還有一個工作也是很多人擠破頭想要進去就是當空姐 現在的管道真的是五花八門 有餐廳的業者和航空業者合作 選餐廳模特兒代言人同時 還可以保證這個前三名可以進入遠航當空姐 結果一場選秀比賽就變成另類的空姐考試 而市場活動在進行的時候要選台北市場蘇貞昌 就陪著太太搭捷運逛街 也剛好意外出現 二十歲的余軒是國立台灣藝術大學的學生 穿著一身雪白坐在舞台上秀一段她最拿手的柳琴 蔡依嚇嚇叫 但是她的願望可不是要當音樂老師 她想要當空姐 不過 我身高160 第一首歌曲是 那可以問一下實際身高大概 大概1588 各自嬌小幾乎等於和空姐絕緣了嗎 有餐廳業者就是看準了很多美女有空姐夢 甄選模特兒代言人的同時 還拉來航空業者合作 不管事高是愛 也不管英文講得溜不溜 保證選秀的前三名就能當空姐 我不直接去考空姐 可能是對這種雙重的身份有幻想 就是你可能不吃全職的空姐你既是空姐又是模特兒 是還滿新鮮的一個嘗試 試看看可不可以當空姐這樣子 你本身有去試過嗎 有啊 有試過喔 那是為什麼不行 身高不行 這場選秀比賽也成了空姐戰場 大家比歌聲 比舞藝 就連前習生院長蘇貞昌 無意逛街路過都被吸引 結映出來剛好看到這麼多很熱鬧 又有這麼漂亮的女生在唱歌 所以我們停下來看看 相當空姐不見得要大排長龍 穿套裝考試 這場另類的模特兒空姐徵選 不管最後這些女孩有沒有原夢 但確實製造了話題 民視新聞合作幫李建成台北報導